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在李承鹏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的文章中 他写道,唐山跟河南是最恐怖的一个对比 八天了,你根本不知道唐山女孩任何一点信息 但河南一秒钟就精准掌握你全部数据 你在哪儿?订了哪天的火车票?想去干什么?有没有买杜蕾斯? 你知道的,是让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 在过去的一周,我们经历了两件完全相反且颇为魔幻的事件 一件是河南多家村镇银行连续爆雷 大量储户无法取回自己的存款 当有民众不断到银保监局抗议上访时 很多外地储户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红 无法进入河南 当数字二维码,防疫契约变成定点封锁个人自由的维稳工具 当公权利滥用随意赴马 健康码已经变成数字良民症 疫情时代,政府获得了临时性的权力扩张 人们默许并让渡了许多自由 当数字利维坦利用大数据技术 为所有人扣上了一条无形的锁链之后 才指带链容易拆链难 另一件事,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后 当地开展打黑专项行动雷霆风暴 但对这起事件的后续消息披露却戛然中止 几位受害女性是否平安未雨公布 以至于网上传播三死一伤的骇人消息 微博官方为之封禁了320个所谓的传谣账号 此外有媒体人前往当地采访 狱祖被无端扣留,暴力执法 当地俨然已成为了一个信息黑洞 吞噬了一切真相 而唐山本地的一个乐队与许多正能量群众 自发聚集在广场 先唱正道的光 试图说明唐山并非网传一般黑暗 而是一座英雄之称美丽之称 不透明,不公开的信息 加之不许调查 不准讨论的舆情控制 封锁当事人一切消息 对前来问询报道的记者横加阻拦大打出手 与几个月前的铁链与事件如出一辙 当此类事件频繁地在社会中发生 百姓失去了对社会中执法者的基本信任 就会酿出更多类似的事件 而暴力事件的激增 也由过去的黑天鹅的孤立事件 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化运转的附属品 小流氓占领底层 大流氓背后撑药 事情永远得不到解决 由于中共本身就是最大的流氓 下面小弟的问题若是解决了 那么最终就会轮到有人提出 要解决中共这个大流氓的事情发生 因此他们选择让人民晋升 开篇我们引用的李承鹏的那篇文章 发表后即被抹杀身处 对数字极权工具的运用 他们得心应手 也正因有了这样的工具 他们才一次又一次提出几个自信 河南红马和唐山打人这两件事 同样发生在当下的中国 当事情的走向被公权利有危害时 中共便利用数字极权工具 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 为此不惜颠倒黑白 专制集权统治回归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比如最近连续爆出的 习到四川考察 不允许特斯拉进入市区 和北戴河地区也发出同样的公告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不允许特斯拉进入北戴河市区 都凸显出特权阶层 对于权力的滥用和对资源的垄断 在中共之下信息黑洞无处不在 所有的歌舞生平 都建立在别人的生死不明之上 丧氏喜败是中共一贯的传统 相信经此一议 中国的老百姓 一定会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若是中共有丧氏 百姓一定喜败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